太扯了 你還沒有收到新影片通知嗎 趕快訂閱開啟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通知喔 他們說有一個帳篷裡面 就有一個猶太女人在說書 然後說一說就開始脫衣服 然後最後就是全裸的在說 然後我就想 快你早上才回來 太快樂了吧 就是為什麼不約我們 說你愛音樂 正式的節目即將在一分鐘之後開始 先讓我們來聽聽看 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的宣傳吧 110年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 油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客家委員會 共同主辦的 110年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 爭建已經開跑了 分為合落語組 客語組及原住民族語組 首獎可獲得獎金 錄製專屬的MV 以及得獎合集的發行 過去也有許多線上的歌手 參加過這個比賽 比如說滅火器啊 美秀集團 Matska 舒米恩等等 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創作人 真的非常推薦來參加這個比賽 讓大家聽見你的聲音 請在4月9號以前 在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官網 www.bamid.gov.tw報名 嗨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拍攝DJMIDI楊世宏 歡迎收聽最新一集的 說說說說你愛音樂 今天這一集呢 跟之前一些特別的集數一樣喔 像是唱片公司尾牙的亂入啊 還有金曲獎後台的直集 都是走一個田野錄音風格 這次的主題呢是 大港開唱 除了跟大家介紹這個音樂季悠久的歷史之外 還要跟大家分享小弟我在大港開唱表演的心得啦 還有一些當時候真實的聲音跟大家分享 因為是田野錄音喔 所以那個錄音品質大家邊小力一點 畢竟是音樂季真的到處都有音樂陪伴 大港開唱呢算是台灣一個非常著名非常重點的南台灣音樂季 主要就是在高雄的港邊博二那邊舉辦 從2006年就開始了耶 雖然中間的幾年有經歷過停辦 包含最近的2020年也是停辦的一年 但是在2020的夏天的時候公佈2021大港要回歸 那個時候我的IG整個被轟炸被洗版 然後在2020年還沒有到年底的時候 2021年的大港票已經收到了 創下台灣史上最快售完音樂季門票的紀錄 其實我好像是農曆年後才確定今年會上大港演出 一接到這個消息整個興奮的又跳又跳 畢竟是我的一個音樂季的處女秀啦 所以那個時候呢就找了我的團員們 完蛋少年團一起出動 花了很久的時間練習 花了很大的精力一起下高雄演出 畢竟小滴是一個很窮的藝人喔 我帶了四個月手加我就是五個人了嘛 還有經紀人也要一起下高雄 所以可想而知這個交通費非常的爆炸 所以我們一行人的去城呢 是選擇自駕的方式 我才知道原來自駕可以省這麼多錢 你想想看五個人如果都坐高鐵 這樣就要七千五了吧 就非常多錢 自駕的話就是兩千多塊 因為有折價 用信用卡刷卡的話 還有打八折 我多辛苦 我得省了幾千塊 而且從準備這個交通費的過程之中 才發現說原來歌手之間是可以互相cover的 因為我們團的KB首鄭昭元呢 這次也有參與柯敏勳在大港演出 另外我的吉他手羅少恩呢 也是跟持修長期合作的樂手 所以說讓我花一點時間 shout out to 持修 and 柯敏勳 感謝你們願意分擔這兩名樂手一半的費用 謝謝你們幫我省了一點錢啊 在繼續深度聊下去之前呢 先讓大家聽聽看幾個那天街訪到的聽眾樂迷們 聽聽看他們到底分享了什麼吧 我會隨機的街訪所有來參加大港開唱的路人們 那今天剛好有一個女生就被我遇到了 妳的名字是 呃 陳育璇 我叫肺肉 肺肉 就肺掉肺肉 肉體的肉 Yeah 妳的名字 為什麼會取肺肉這個名字 因為這裡FB就是有一個message 就是有一個貼圖 然後它就是 攤在那個酒杯上面 然後拿著橄欄 然後那天上一坨肺肉 所以我就自從那時候就叫肺肉 所以妳喜歡聽的音樂風格也是肺肉類的嗎 Chill Chill Yes Chill Chill的 對對 Chill Chill的 那妳今天來大港最想要聽誰 我最想要聽柯明徐 喔 我等一下也會去聽柯明徐 可是妳在我面前竟然講出柯明徐的名字 我最想要聽柯明徐的名字 耶 那妳之前 這是妳第一次來參加音樂祭嗎 是 我第一次 是假的 我第一次參加音樂祭是當志工 喔 很讚耶 世界上就是需要妳這樣子的人耶 耶 因為這 我們看到一大堆工作人員 感覺志工都很辛苦 很辛苦 那妳自己當志工有遇過什麼很奇特的事情嗎 喔 有一個外國人 然後他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的工作是負責就是回收的 對 就是分類樂神 那時候是那個浪人祭 然後 對 他剛好提倡環保 然後我是負責回收的這樣 然後就有一個外國人 然後他就跟我 過來跟我說 謝謝妳 我們就是很感謝妳這種人這樣 好感人喔 有參與過志工 就是對音樂很有熱愛 對啊 就希望妳這兩天玩得開心 耶 謝謝妳 也謝謝妳 大家好 我現在要遇到兩位 就是剛才有聽過我表演的 來參加大港的人類 要不要介紹一下 妳們怎麼稱呼 我是獅子 我是豆子 我是豆子 獅子跟豆子 那所以妳們就是好朋友 一起來看音樂節這樣 對 那這是妳們參與的第一場嗎 我不是 我也不是 所以妳們都是專業聽團仔 也沒有 那妳覺得在看歌手、樂團表演 妳覺得好的聽眾會是什麼樣子 台上要我們幹嘛 我們就乾杯 就妳拍手就給我拍手 叫我們就叫 沒有拍手 就爛聽眾 我沒有這樣講 這是妳講的 對 是妳講的 那妳們之前在參加音樂季或音樂節 有什麼奇特的經驗嗎 或看過什麼奇妙的事 印象最深刻 就是看那個Piscot的時候 超級像邪教團體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非常的會帶動唱 然後前面的人就是超high 然後因為我就站在後面 就覺得說 前面那一團超像邪教的 就反而置身事外的感覺 看到那個在看聽團的人們 就覺得有點像邪教感 對 他就叫他們轉圈就轉圈 怎麼拍手就怎麼拍手 轉圈 對 然後手怎麼拍就怎麼拍 拍手還好 可是他們的拍手不是這樣子拍 他們拍手是左右左右這樣拍 還有排舞的部分 對 我就想說真的好像邪教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們聽到了嗎 以後來看音樂季 就是要這麼融入 歌手叫妳脫衣服 就脫起來 這樣好像不是很好 好啦 感謝妳們 不會不會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在大港遇到 我是接下來的朋友 新北蝦爾瑄 好讚 對 我是新北蝦爾瑄 真的有幾分審視 那妳就是選妳第幾次來聽音樂集 大港這次的嗎 大港應該第一次吧 真的 對啊 大港已經很久沒有辦 我開始聽的時候 就是大港已經挺辦 我們昨天喝了五六支 但我們還是很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只能帶三件東西來音樂集 妳會帶什麼 酒 然後 底片集 然後 零食 你有帶底片集過嗎 有啊 所以妳都有在記錄這些 沒有 但我今天 就是昨天到今天都沒有拍 因為太醉 我忘記這件事 然後我有看到一個妹妹 就是那種 就是很年輕的妹妹 然後 我不知道她在幹嘛 她在地上打滾 然後覺得 幹你們到底有什麼問題 水泥地嗎 還是草地 就是妳知道喝醉的人都會這樣 然後 還有一些 欸 其他很瘋狂的嗎 對 我朋友一直問我要不要上去衝浪 但我說我不敢 我就怕 你說人體衝浪 對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人講到這件事 對啊 這不是第一次 但我覺得有點太可怕了 然後 太可怕一點應該是去那個 聽拍謝少年 因為 裡面出來我全身都臭了 我覺得很可怕 就是裡面很緊 然後我聽完以後 對 然後我聽完以後 我就跟我室友說 啊我們差不多要去check in了耶 回去洗澡囉 我洗完再回來 音樂季的精髓 對 很可怕 讓我們謝謝 清北瀟雅宣 謝謝大家多支持拍米亞 謝謝 我已經盡力地拯救各式的音檔了 希望大家編小力一點 畢竟當時真的是很混亂啦 剛才聽到的這幾位呢 就是我在第一天大概下午三點吧 因為我剛表演完 所以就開始街坊的工作 真是逼死自己耶 一般的流程呢 就是到了大綱現場 然後彩排 表演 表演結束之後呢 他們還非常貼心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讓參與表演的表演者們 可以放置自己的樂器 好好的去聽其他的團啊 或者是跑去跟其他的朋友 一起在大綱裡面玩 因為我表演的時間很早 我大概十二點多就彩排了 一點開始演 那時候裡頭恰恰 超級無敵熱 也非常感謝那些待在台底下 曬太陽的聽眾朋友們 那個時候上台真的是萬般的情緒 湧上心頭 畢竟是第一次的音樂季演出 就想要呈現最好的狀態給大家聽 所以摻雜了緊張 又摻雜了就是熱邪興奮腎上腺素 所以那個熱其實不算什麼 就頂多流流汗 但是我流到那個 汗一直滴進去眼睛裡面超閒 所以我就一直眨眼睛 下台之後我才發現我整個妝都花掉了 整個粉底亂流 演出結束之後我就去放了行李 放了樂器 然後就跟樂手們一起去看團啊等等的 但是呢 我的意識就越來越模糊 有一個地方叫做藝人食堂 在這個地方就是參與表演的表演者們 可以去那裡休息吹冷氣 然後換吃的東西換喝的東西 那我就跟樂手到了那個地方 但是自從他進去那個地方之後 我就斷片了耶 欸我沒有喝什麼液太勇氣喔 我單純是可能表演完燃燒了太多的生命 我真的是大斷片 我的團員告訴我說 我一進去藝人食堂就開始睡覺 然後他們有試圖幫我叫醒 但是都叫不醒 其中還有一些歌手好像路過拍我睡著的照片喔 還有人打我的臉 但是我就是醒不來 到底是怎麼了 但是呢 他們就各自去看自己想要看的樂團表演嘛 我到了可能兩三個小時之後 終於醒來了 我醒來發現我身邊的桌子都是滿桌的 但是我那一桌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隔壁桌是珊妮老師 陳珊妮老師一看到我醒來就說 世宏你睡覺的時候嘴巴張很大耶 超丟臉 我就立刻逃離了藝人食堂 開始下一波的訪問 讓我們來聽聽TZ Back跟我聊了些什麼吧 嗨大家好 我現在到了大港某一個舞台的後台 接下來要專訪的對象是 對一場非常沉重的一個樂團 就是叫做TZ Back 他們算是在台灣的獨立音樂圈獨立樂團之中 非常非常有重量的一個樂團 那今天可以訪問到慧婷跟千元老師 我覺得非常的緊張啊 那首先要不要跟大家先打個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TZ Back 我是慧婷 哈囉大家好我是千元 那今天在大港的演出 我剛才在外面看 人山人海 而且你們結束之後外面全部空耶 所以你在台上也是會關注那些小小禮場的觀眾們嗎 其實看不到啦 看不太到 但是自己也在大港那麼多年 你知道會是什麼狀況嗎 你就音樂季你就是會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你可能不會看完啊 你這個團看一看 看三首我要趕下一個 因為等一下下一個 你為了要一次看很多樂團 就要趕場 蛤會不會是我比較菜啊 我在台上看到有人要稍微離開 踏步準備去下一場的時候 我就覺得 怎麼了 我唱不好嗎 沒有耶 這就是音樂界的生態 對 就要趕場 所以今年你們有想過是TZ Back 第幾次參與大港嗎 休息的那幾年沒來 大概 沒來吧 可是 大概五六 五六次 沒有還五六次 我說來了五六次 喔來了五六次應該是 對 所以說大港對你們來講 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個音樂季 跟你們已經參與過他很多歷史了 那 從第一屆我們就 就來了 就來了 心態一直 一直小小的改變 改變改變 對 可是他的樣貌也是一直在盡頭 然後到現在就是 只要一停半大家就說 我們不要大港 回來這樣子 對啊 因為現在這種比較純種的音樂季 其實說實話越來越少 對 真的 現在很容易都會 比如說結合觀光 或者結合什麼 就變成是很難有一個 真的是這麼密集的場域 然後集結這麼多 純粹的音樂季 對對對 然後大家都在表演 對 畢竟TZ Back也是從1999年至今 也是算非常資深的一個樂團 那 在這些表演的過程之中 你們有什麼印象深刻嗎 比如說 你們在演的時候 台下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們自己在演音樂季的時候 發生過什麼 有趣的 經驗 我覺得就以大港來說好 因為反正我們現在就在 嗯嗯嗯嗯 有幾年甚至有人在我們表演的時候 做那個定工機還是人體衝這樣 對 不過我們無法想像 對就是我們哥不知道怎麼衝這樣 可是他是直接 他也沒有跳上來衝喔 他直接從下面 然後就被舉起來 就在 直接衝這樣 好好做自己的觀眾 今天大概是晚上 因為我們其實很少唱 唱晚上 哦 那部分都唱辦公室 或者是 嗯 那時候就比較容易玩 哦 累了 哈哈 喝醉了 喝醉 太陽太大了 對 人體衝浪是 等一下我沒有見識過 人體衝浪這件事情 是 把一個人舉起來 然後搖擺這樣 欸 這邊不是有一個看過的 什麼大港 對 人體衝浪 對對對 它是一個虛擬的 對 虛擬的 它是一個綠 key 哦 然後我就躺在那裡 然後就好像被舉起來 對 明天可以去玩 是要有多 對 是要有多孤單 在做這件事情 叫你不用害羞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覺得 真的要做認識 要有勇氣 對 跳下去你怕別人不接 哦 這樣最尷尬 摔了一身傷 對 什麼樣的聽眾 是最好的音樂技的聽眾呢 都可以 對 因為 音樂技就是 就是一個社會的縮影 對 對 很讚 這是標題 這是標題 他一定會有很認真的 對 他一定也是會有只想要來喝酒 買醉 對 然後也是會有那種 來看個熱鬧 對對對 朋友想來我就來 對 非常合理 嗯 所以他想幹嘛就幹嘛 對 其實說到底還是一個娛樂產業 所以 所以 對 的確的確沒有說錯 對啊 那對你來講 我們從歌手的角度來講的話 音樂技 最重要的一個 概念 是要傳達給大家 什麼東西 或者說我們換個說法 嗯 比方說我們有機會的話 都還是很想要去 再回到一次Fuji Rock了 哦 比方說好的 那 那種音樂技對我來說 他可能就會有一個很純粹的 我說搖滾精神嗎 還是音樂精神 嗯 我可能會把他認識音樂文化的養成吧 養成 搖滾文化的養成這樣 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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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的樂手 參與的歌手 參與的樂團 會想要一直去 對 也會讓那些聽過的觀眾想要一直來 因為已經變成一個文化指標 嗯 是一個 一個 娛樂活動 對 不單單只是娛樂活動 對 比方說 比我們 最近的日本 嗯 那樣子的 會一直 不管是身為觀眾也好 或是身為表演者也好 都會 有機會都會想要去的 對 也期待未來台灣可以把 這樣的文化越來越養成 然後越來越茁壯 讓台灣也成為一個 亞洲區的重點的音樂祭的據點 對 我覺得你說的很對 就是這種文化都是需要養成的 可是因為我們可能 會碰到很多現實的問題啊 像 音樂祭之類的文化 有的收藏 都很難 繼續持久下去 啊 音樂人已經沒有什麼表演的地方了 結果音樂祭又 一個接著一個 跟著疫情 然後一起停辦啊等等的 對 不容易啦 那就麻煩 TZ Back 前輩在帶齊大家了 哈哈哈哈 但是前輩要死在沙灘 哈哈哈哈 不會啦 再怎麼樣 死在沙灘上 也會有前面的人幫你們 墊背 好啦 那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訪問到TZ Back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幕後工作人員 光是在這個舞台 就你所知 大概有多少人 在負責這個舞台的工作 蠻多的耶 有二十 三十 超過 哇 已經超過三十 還有防疫 防疫必須製作 因為今年其實 連在路上 都要戴口罩 跟 要吃喝東西 都要在特定的地方 對 所以也是為了疫情的關係 對 在大港有做一個很全面的 防疫的動作 對 就是場內都不可以飲食 大港的工作人員 會是一件很困難 很辛苦的事情 為什麼你還會想要來 因為 喜歡音樂吧 真的假的 對 就這麼單純 對 好感人喔 就喜歡音樂 你在後台工作 你也沒有辦法去看 你想要看的團啊 自由的去看 其實也不是說 想要去看團才來 嗯 來做這份工作 不管是 音樂技還是 音樂相關的產業 嗯 但就是覺得 我們是 在推廣一個 軟實力的東西吧 對 就是 他只是透過音樂技的媒介去 去呈現 去呈現 然後推廣給觀眾 也許是陌生的觀眾 或者是 他很常聽音樂技的觀眾 對 也好 對 然後做這份工作 其實 就有點算是 為幫這個產業 出一份力的感覺 對 對 當然是這樣 好偉大 我都快哭出來 一句話 形容大港 或幾個字 一個詞 形容大港開唱 對音樂技 如果一個人的人生需要 你想要更精彩的話 你一定要來參加大港開唱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註解跟下標 謝謝 謝謝 人體衝浪一直都是一個搖滾的經典 只是歌手跳下去 大家 拱著他 重心拱躍的感覺 不過這次在大港 也有設立 人體衝浪的攤販 我自己當然也有去嘗試 然後去錄了一個影片 超級無敵荒謬 我會叫夏老闆在 PO在IG上面給大家看 另外呢 在音樂技之中的攤販 除了有飲料啊 除了有吃的東西 除了有剛才講的人體衝浪之外 當然還會有很多大港特色 比如說像是理髮廳 就是大港的特色之一 認真 有超多人去那裡剪頭髮 另外他們也有提供抓頭髮的服務 就抓得很浮誇 整個刺味頭尖起來 在大港隨處都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人走來走去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看 在各式攤販中 到底訪問到什麼樣的人吧 因為有訪問到太多的路人跟歌手 都講到人體衝浪這件事情 所以必須要來人體衝浪的攤位 體驗一下以及訪問一下 他們的工作人員 接下來這一位就是 人體衝浪的工作人員 請問你叫做 我是采偉 我是今年Mega Dive的 算是策劃跟負責人 那人體衝浪這件事情 就是有人從舞台上面跳下來 然後大家在那邊運送他 很嗨這樣子 對沒有錯 就是我們英文通常會把 從舞台上面往下跳的動作叫Stage Dive 那今年我們就是融合了 就是Mega Pro大港開唱這個Mega 然後跟有一個很知名的金屬樂團 叫Mega Dive 然後就組成合成這個字體 叫做Mega Dive 這樣一個新的單字 就是在大港這裡 你只要花一百塊錢 他們就會出影片 給你就是讓你在綠幕前面拍攝 這樣人體衝浪的這個影像 然後傳給你 那一開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大港開唱其實每年都會固定有一個遊戲的主題 那今年我們就想到說就是 因為人體衝浪一直以來都是搖滾樂 一個搖滾樂演唱會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經典 對 其實很多人都不敢有這個體驗 然後或者是你衝浪了 但是卻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很好的影像可以留念 那我們就用這種有點惡搞的方式 然後做一個這樣的體驗 體驗攝影棚 然後讓大家來玩 你們聲音很好 所以我問最後一題好了 好啊 在你這兩天在拍人體衝浪這過程 你有覺得哪一個人讓你最印象深刻或最ㄎㄧㄤ的嗎 因為我聽剛才你講說那個呱吉啊 然後台通 杜文哲都有來嘗試人體衝浪 那有哪一個比如說路人或素人他表現得最好 像我就是有一些女生的遊戲者啊 他們就會用那種很女王的姿態 然後躺在那個我們設定好的那個人群布景裡面 然後用一個女王的姿態燒手弄汁 然後玉姐style 對對對 非常優雅的躺在上面 好像女王接受萬人的供奉一樣 我覺得這個idea真的非常的讚 所以非常感謝你們這麼辛苦 帶給大家這麼美好的回憶 謝謝謝謝 感謝啦 找到兩位在大港遊走的人類 遊走的人類 對因為我剛才看到你們兩個是勾在一起 我就想說終於有情侶了 然後我就想說你們聊天也很開心 結果你們不是情侶嗎 對真的可惜 就是表兄表妹這樣子 對是真兄妹 好 不是那個表兄妹 OKOK 對 你的表要說清楚 是表面的那個表 對是沒有女部 來大港想要看誰 最主要來大港想要看誰 太多團了耶 可是等一下就是聽滅 聽滅火器 滅火器 所以你要帶到最後 對 我會帶到最後 那你有帶什麼東西來嗎 你覺得來音樂季一定要帶的東西 來音樂季一定要帶的東西 因為我剛才看到你們在排酒水 所以我想說 一定要排酒水啊 只是他剛剛跟我說酒水不能買了 等一下才能買 我不知道他說沒工作人員 那這些人在排什麼 調酒 OK 然後台皮 今年的台皮我就蠻好看的 對 今天台皮設計 跟大港聯名設計的很讚 我覺得很爽 那你在這兩天之中 有遇到什麼 讓你覺得很瘋狂的事情嗎 看到路人啊 比如說爛醉成爛泥之類的 今年比較少爛醉 說真的 因為大家都要戴著口罩 對 喝酒比較麻煩 你沒有辦法邊走邊喝啊 像我家拿著就不能喝 就很幹 你知道嗎 那你是第一次參加音樂季嗎 沒有我來很多很多次了 大港嗎 每年都來 所以就除了大港停辦那一年 你都有來 那你覺得這一路上大港每一年 有越來越大嗎 或者是越來越壯盛之類的 文青門變多了 對 不是那麼多聽團仔了 所以你會自然你本人是一個聽團仔嗎 嗯 算是 算是 畢竟繞什麼點灰條啊 或者是跟著衝撞啊 昨天的血肉就是繞點灰條啊 不明白為什麼 你要 他是喝醉嗎 沒有啊 那個主艙就說 來我們寫沒有看他今天電線乾嗎 來大家繞他旋轉 就開始旋轉了 真的 今天好像因為口罩的關係 大家比較演出也比較收斂一點點 收斂 對 你看每一場大家都說 大家台下都不能喝酒對不對 好辛苦喔 也是希望這個疫情趕快過去啦 真的 讓大家可以在音樂機放肆地喝酒 對 放肆地喝酒 創造更多的社會新聞 沒錯 就應該這樣 好的謝謝你們 不會 現在呢我們來到大港的攤位區 其中一個攤位是 HITFM90.1高頻廣播電台的攤位 聽說這個攤位是每一年大港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跟廣播電台的合作 那今天訪問到的就是午餐DJ 彤彤姐姐 耶 哈囉蜜迪 哈囉大家 這是我第一次訪問廣播電台主持人 真的嗎 為什麼害怕 因為我當主持人的年歲 就大概一年以內 OK 對 所以有點緊張喔 好沒關係 不過我剛才看你們在做跟聽眾 然後來大港玩的人的互動 那除了這些你們還有什麼的工作內容嗎 嗯 除了跟觀眾聽眾的互動之外 我們就是都會固定在Open Studio當中 安排一些有在大港開唱點出的樂團的訪問 就是有一個近距離的訪問 他們會來現場嗎 對對對他們來現場 所以這過程之中有訪到誰 像我剛剛是訪了美秀集團 對然後像今天下午還有傷心欲絕 對然後昨天還有Linean等等 對不過其實這些都是要看大港的窗口那邊 他們有可以安排時間 因為時間其實有時候是有點麻煩的 那我們除了Open Studio的訪問之外 在大港的前兩週 我們空中就是空中的節目也是有請到樂團 到我們廣播電台去 大港會來的團就會先去你們節目做訪問 對就是有一些可能在on air的時候可以有時間配合的 他就到電台裡 那其他他在現場可以配合的 那就來我們Open Studio 那從以前到現在 尤其是今年這個疫情的影響之下 你覺得熱度有影響到嗎 我覺得今年就是比上一次辦的時候是19嘛 所以中間是20停辦嘛 所以今年的熱度比19還要高 喔真的假的 因為停了一年大家在等 對大家很像大爆發這樣子 對對對然後再來就是 可能就是過去這一年多太悶了 對然後也沒有這麼多大型的音樂季 所以有這樣一個城市指標型的音樂季活動 大家一定都瘋狂 對你們會有空閒時間自己出去玩嗎 因為我們也是主持人部分也是排班的嘛 對 有時候我是負責下午5點到8點的 對 可是我如果想聽 那我可能就早一點來去聽我想聽的 嗯 或者是等一下結束我就也可以去聽我想聽的 對 可是如果是在我排班的區間 我當然就是不可能離開我的攤位這樣 了解了 對 所以你這過程之中有聽到什麼 或者看到什麼讓你覺得很新奇的事情嗎 新奇嗎 對啊或者是很強的事情 有啊就是那個啊 昨天那個有一個大概四五十歲 很像我們的爸爸媽媽的年紀的爸爸 嗯 就是他不是那種穿很潮的喔 對 他應該就是喝醉了 然後他就在那個石板路上面 地板動作啊 他在石板路上面 重點是 就在你們攤位前面 沒有 是在別的地方 在別的通道上 但是就是你會覺得很唐突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喝醉 然後大家就是都在旁邊看他 今天我還看到那個小港記內DJ台前面 好多不會跳舞的人在那一秒 然後就想說 好讚 好精采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年啊 然後也是我們的攤位前面有個醉漢 然後他醉了 他就是整個用大字型的這樣子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從我們開始值班到我們結束 要收攤他還在躺欸 天啊 然後等到我們收完了 他就忽然起來自己走掉了 就是等於他醉倒在路邊 完全沒有人理他 他是HITFM的中使聽眾 他是整個醉倒 然後也沒有人去關心他說 欸你還好嗎先生 就很卡 反正音樂機都會發生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 如果下次有機會來任何的音樂機 大家一定要有約的購票 好的 謝謝彤彤 謝謝彤彤 謝謝 我在大港遇到了熟面孔 而且 而且你昨天也有來看我表演 有有有 超好聽的 對不起啦 因為太陽太大了啦 啊 啊 你的良心都對在哪裡 好 那你的名字叫做 我叫溫達 溫達 然後 你自己也是一個音樂人嗎 對 就有在寫歌 要不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好啊 大家可以去我的Street Voice上面 聽我的歌 叫溫達 溫達 然後裡面有一些歌 然後我之後會好好更新 那我現在呢 就是在做靈魂沙發的經紀人 喔靈魂沙發經紀人 喔靈魂沙發經紀人 對對對 所以你是一個 每天都擦屎擦尿 沒有啦 喂 其實我第一次見到你是在貴人散步那裡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跟你聊天 你就超嗨 嗨的點是因為我們帶同一個髮窟 對對對 就是那個Elmo的那個 那個髮窟 那個只有世界上全世界很特別的人才會有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結下不解之緣這樣子 那你這次來大港 有主要想要看誰嗎 我其實那時候是會蠻想要看楊世宏的 這樣子 欸欸欸欸欸 很會做人 欸欸欸 那在你完成了這個願望之後 你還看了誰 我其實是很想要體驗就是Mental Mental的團 所以我就是看血肉還有那個閃靈 我整個被震撼到 因為我本身聽的歌不是這種 因為我在家裡不會聽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太太太嗨了 但最近可能就是 就是你知道開始 需要被震撼 對 人間活到一個歲數 就是很喜歡那種 被震撼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 社會太辛苦 需要被震撼 我發現就是血肉的現場 整個是一個集體的發洩運動 對 全部人叫他繞圈 然後大家就可以跟著繞圈 然後美秀也超嗨 今天有看到美秀 然後我就喔 大概體會到了 因為我覺得很喜歡就是 體會不同樣的音樂的風貌 了解 我自己覺得就是 當下大家聚在一起 然後聽著台上的音樂人 分享自己的音樂 彼此的那種內心的交流的時候 我覺得很感動 其實都會雞皮疙瘩 對 就整個很被他們帶著走 感染到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 就會有這種力量存在 尤其是你剛才講的 那些團你在耳機裡面聽他 對 那是一回事 你在一個他專場聽他 那是另外一回事 沒錯 在音樂季幾千人跟你擠在一團 又是 對 又是另外一回事 聞著彼此的汗臭味 對 然後一起共享音樂的美好 真的 但我一定要分享一件事 什麼 血肉的現場 其中有一個人他就突然發瘋 然後他有一個空調的時候 他一直這樣 然後超浮誇的 路人嗎 路人 然後他是粉絲這樣 然後結果他重點是前面有一個超正的正妹 他直接尻下去他媽超大力的 天啊 尻下去打下去那種 真的是很重的揍人 因為他發瘋了 然後那女生就回頭瞪他這樣 然後就繼續看表演 然後那個人發瘋完之後 他還就回來 再點點那個女生跟他講說 對不起我剛才不是故意的這樣 還會跟他道歉這樣 好神秘的一個故事 很神秘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景觀這樣 所以大家來看音樂記 記得要保人生保險喔 對對對 真的 那最後問大家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冷笑話 或老金技巧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美人魚為什麼感情很穩定嗎 美人魚的感情很穩定 對 因為他找到他的白美王 因為他不會劈腿 對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 佐水溪跟大甲溪為什麼不能在一起嗎 佐水溪跟大甲溪為什麼不能在一起 因為他們不適合 可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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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牛年 喜大雲頭破血牛 頭破血牛 謝謝溫檔 耶 因為回程我已經買好票的關係 所以我會提前離開大港 那時候有點感傷啦 不過最後遇到這兩位一起進行的訪談 真的是蠻好笑的 蠻幽默的 而且接下來訪問到的歌手 我覺得我跟他一樣興奮 雖然我訪他的時候是他剛下台 還是很high很high的狀況 不過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熱情在 讓我們來聽聽看接下來的訪談吧 嗨大家好 現在我要訪問的對象是黃瑄 我之前也有在節目中介紹你的專輯 這是你第幾次參加音樂季演出 音樂季演出嗎 第幾次的音樂季演出 其實我是從2019年才參與比較大型的音樂季演出 大概大概 七八次 有個七八次 有個七八次 那今天這個演出的氛圍你覺得如何 演出完的心得 因為其實這是我第一 除了這是我第一次演大港之外呢 也是我第一次來大港 對 所以我對我來說我覺得這個東西很特別 因為你知道港邊就有一種莫名其妙浪漫的這個氛圍 所以我們都是第一次在大港破處耶 是啊 我們是大港破處啊 我也是大港破處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覺得這次大港真的都很強 對 然後甚至我在演的時候 因為前面還有許若瑄嘛 對對對 我其實本身也是很想去看許若瑄 他也是我的同胞 不要太遠 他也是算是一半 那 因為我們開始演的時候 我會擔心說 哇大家會不會來 其實還是來了蠻多人的 然後我自己是蠻開心的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 尤其比較 中南部的朋友們可能對我不是那麼熟悉 然後我今天在台上感覺大家的vibe都給我很多的能量 那我覺得是很開心 而且尤其我覺得比較 比較難忘的是我發現 現在其實大家都很 台下的時候 台上的時候聽到大家都一起唱 我覺得蠻 一起唱然後一起扭 一起扭 而且每一個人扭動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所以蠻精彩的 欸這個還不錯 這還蠻酷 但是其實我今天也有去那個大雄玩 大雄玩我跟Kooda 去演出 對然後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大雄玩這個氣氛很特別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大雄玩是在一艘船裡面演出 然後就會快樂的航行 然後在這邊 因為其實我們住的是公海 所以大家在裡面 這是一個秘密的時刻 我就不方便跟大家說什麼 其實我很多的時刻 因為我內心是很澎湃 對 所以我看大家的時候呢 看我的周遭我的世界 就有一種slow motion的感覺 對 很讚啊 對就會有一種那種 陷入這種時空差 你的魔力 沒錯 我在台上演的時候也是覺得 好 我好想要永遠留在這個 這個moment 對 尤其你發現就是跟 其實每一次音樂季的這個群眾特性都 都不大一樣 那 這是我第一 其實我們來高雄演應該也是兩三次而已 兩三次而已 然後這次又是在大港 所以特別的開心 其實基本上就是很興奮 其實我今天都一直是過度的興奮的狀態 包括你現在在訪問的時候 旁邊經紀人很緊張 有沒有看到我的頭在冒煙 你有看過什麼最瘋狂的粉絲 或最瘋狂的聽眾嗎 其實有 因為我忘記是在哪裡 反正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螢幕 是好像他們請東歐的一個電子團體 電子樂團 然後那個畫面就是他邀請一群人在台上 然後把衣服脫掉 找觀眾上台脫衣服 對脫衣服 然後他們有個儀式 就是拿那個水這樣 有點像東歐那種東盛教那種洗禮 那種每個人這樣點水 然後大概站了一排吧 然後脫衣服這樣點水 然後後來就被 被那個上面的人請下來 就覺得那個有點危險這樣子 這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好浮誇 非常浮誇 下次可以再想辦法在音樂季試試看做 神秘的儀式 神秘的儀式 加深對大家的這種共鳴 Vibration 因為你在台上演出的狀態也挺邪教的 很能夠感染底下的觀眾 也是一個邪教派的歌手 我就是用生命在燃燒我自己的生命 用生命在燃燒自己的生命 對 好 那就感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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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訪問到的是唱片圈 也是非常知名的企劃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名字 我叫小襪 襪子的襪 那你要不要嗆嗆看你做過哪些人 林俊傑 烏克群 王心靈這些 對 冷靜好嗎 冷靜好嗎 我還沒做過你呢 很希望被你做 這句話聽起來怎麼怪怪的 我也很希望做你 這起來更怪 因為工作的關係才會去參加音樂季嗎 還是 我本來就還蠻喜歡看音樂季的 就是之前疫情還沒開始的時候 我每年都一定會去一個國外的音樂節 就我連Glassonbury都去過 對 就是全英國最大的音樂節都去過 就我之前每一年都一定會挑一個音樂節去 那Fuji你也去過很多次嗎 去過一次而已 去過一次 然後Somersault也可以有去過 都是非常國際間非常有名的音樂節 去過還蠻多的 那你覺得台灣的音樂季 跟國外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的音樂季其實都還蠻認真的 就是國外的音樂季有一種更Chill的感覺 就是他可能會放進更多有趣的藝術 其實不只是音樂的 可能會有視覺的或表演的 就是比如說 就是像Glassonbury 那時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們觀眾自己都會自己有Dress Call 就比如說一群人就打扮成新娘 然後或是他身上的那個全部新娘衣服 都是垃圾塑膠在做的 然後或是一群人打扮成摩登原始人之類 就是他們整個音樂節觀眾就是比較Chill 然後他們就是會有很多 就我還看到一個馬器團自己跑來表演 就自己 自己來嗎 對自己來 然後就自己在路上開始表演了這樣 所以就是你在整個音樂節你會感到 就是不是只有音樂很多生命力 它是很流暢很隨興的 然後在台灣就是大家都蠻嚴肅的 就是很認真的排團 然後排團需要看哪一團 然後很認真的跑來跑去 彩排時間就這樣 大家一定要到 對對對 就是大家台灣的音樂節就是大家都很認真 對 所以就是我就覺得台灣人好像太嚴肅了 在音樂節這件事情上 了解 其實今天也看到很多很free的聽眾們 今天看到很多裸體的人類走在路上 對還蠻多人 聽說那個有人睡倒 就直接躺在地上 就一個男生直接躺在地上 就睡在舞台前面這樣 那你自己經歷過 你看過最浮誇 最瘋狂的聽眾的行徑是什麼 我覺得Galasamory 真的是我人生看過最瘋狂的音樂節 但是我第一次去國外音樂節 然後他就是整個正式演出結束以後 他有一個區域叫做相隔離啦 就是開放 可是那個區域只有一條路可以到 然後就是超級難找 然後你找進去後 裡面全部都是DJ夜店 然後超厲害 可是就是後來通往那條路的 整個路上兩邊喔 滿滿都是屍體 就全部的人都醉倒 就是兩邊的水溝蓋上面 全部 兩排屍體 對 躺滿了人 然後就是 真的很誇張 就是躺滿喔 就是毫無間隙的躺滿 然後我就 對 你就可以拿手機這樣照過去 就一群人這樣醉倒在路上 我有朋友說 就是他去Galasamory的時候 他去那個相隔離啦區 然後他就到早上才回來 我們就一直問他說 為什麼到早上才回來 他說有一個帳篷裡面 就有一個猶太女人在說書 然後說一說就開始脫衣服 然後最後就是全裸的在說 然後我就想 快點早上才回來 太快樂了吧 就是為什麼不約我們 我也想去 對於台灣的歌手 台灣的樂團來講 音樂季你覺得是什麼樣的一個指標呢 我覺得音樂季一是 就是音樂季他們選Line-Up有幾種想法 一種可能就是 如果我加你這個Line-Up 我可以衝多少票 然後另外一個可能是話題性 就是比如說你是一個話題新人這樣 對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先可以判斷 你自己的風向是哪一個 就是你是來幫忙衝票的 還是你就是被大家來挖掘的潛力新人 那如果你是新人 其實你要自己更認真的去宣傳 你自己在音樂季的演出 就是想辦法讓已經買票的人 其實可以抽空來看看你 或是因為其實很多人在 就是比較聽團老鳥的人們 他們在音樂季是不聽大團的 他們就只會去選一些 專門找新人 對對對喜歡聽新人 或是一些第一次上音樂季的人 他們會覺得我擁有你第一次很珍貴 或者是我想在音樂季聽聽看你 然後我再決定我要不要去你的專場 我覺得對每個藝人 對每個樂團來講 第一次的音樂季真的是很珍貴的經驗 對我覺得是 因為音樂季的門檻沒有那麼高嘛 就是你買了票以後 其實他可以很輕鬆的來看你 然後不喜歡他就離開 對 所以我覺得音樂季其實 對新人或新團來說 其實是最大的考驗 對最大也是一個很大的學習機會 對你怎麼吸粉 就是你怎麼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喜歡你的表演 然後宣傳到你之後的演出 或是讓大家加入你的 就是比如說IG或Facebook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謝謝 謝謝小蛙 不會 謝謝 為期兩天的大港開唱 一扎眼就過去了 真的是一個很幸福的體驗 目前我人生中參加過的台灣音樂季 很少只有兩個 就是今年的大港跟之前的貴人散步 我覺得好像只要買了票 然後參加音樂季 大家就會有一個共識 就是我就是來享受音樂的 我就是來玩的 大家都會很投入在音樂的律動之中 而且音樂季的聽眾們 通常都是最配合的那個狀態 另外最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 除了在大港場內發生的事情 是我在坐火車回台南 就是我家鄉啊 我要回家的路上 也有很多人是趕火車要回鄉 所以我在看到他們 在戴一個大港的毛巾 或還穿著那個大港的手環 一個眼神交會 我就覺得 好像我們一起完成了一件 很盛大的事情 我們都參與了這個 南台灣的音樂盛世 那種隐隐約約的默契 真的是一種很微妙的幸福感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參加過 台灣的任何音樂季的話 拜託去買個票 去看一下 說不定你會認識到更多新的聲音 說不定你會 在你已經很熟悉的樂團之中 找到新的感動喔 而且說不定你還會認識到很多 很知心的朋友 知音啦 那也希望全台灣各大音樂季 繼續找Midi楊世宏上台表演 我會非常認真的準備的 謝謝大家收聽這一集啦 我們下周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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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熟悉 那個眼睛 就是